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019年,我们Maridio台长梁錦祥的著作《颠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 今年再接再来,台长梁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颠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濫炒之食》 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 为免向遇,欲购重促 第三节,刚才我们说的《搞笑》,我漏了一件事 就是,今天我们在做节目最新出的,就是有人研究了如何防止牛放屁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一直怀疑牛放屁 是造成这个甲丸气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大的,因为人类活动而造成的温室气体源头 那你讲不讲,我讲讲他们吃一些海藻的东西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提过一下,为什么牛放屁 因为它识计那个是Methane,是不是甲丸 是甲丸,是甲丸,是甲丸 甲丸,甲丸会令到温室气,而且排放数量随着对牛肉需求提高而不断上升 所以我就会说,牛放屁,你又不让它放屁干什么呢? 问题就是因为人需要吃牛,需要养很多牛 所以就有很多牛一起放屁 如果人不是那么多这些需求的时候 你就不会养到那么多牛出来,放那么多屁出来 然后人就去想办法,令到它不放这些甲丸气屁 那我就觉得就非常的... 我觉得最搞笑的位置,不是在牛那里 是在个人自己这件事,真的非常黑色幽默 不是,可能它迟了一点,因为这个写得很详细 而且在澳洲做的,它有一只海草吃了之后 会减低牛脊放甲丸的数量,它有一个统计 就是原来现在我们的军室气体,就是导致军室效应的气体 原来有百分之十是这些牛放出来的 是的,你抹走这百分之十,原来就已经可以继续大家放胆吃牛肉 而又不会令到全球暖化热死大家得那么快 而且我想它那个海草的客观作用 就令到更加多是令到它产生到一个二氧化碳 而不是甲丸,就是它可能最后都是会放屁的 但是那个屁就不会,就是那个量会少了 甚至乎可能是那个甲丸的那个成分也都会低一些 但是可能它在其他一些气体会多一些也都不奇怪 这个我纯粹只是一个估计而已 因为眨眼看上去,如果是透过这样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大概猜就会是这样 那个放屁的机制是怎样呢? 就是因为牛里面有些微生物 它消化的时候它就会释放这些甲丸 而现在这个就不是消灭了这些微生物 而是说令到这些微生物它不会再释放这些甲丸出来 是的,因为通常在这些释放甲丸 都是一个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来去产生的 你可以给另外一些的物质下去 令到这种的微生物可能它是 那个释放甲丸的机制比较抑制一些 令它可能是更加多的氧 可能是供给了下去 令它可能最后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它出最后的出氧化碳的机率是多于甲丸的时候 就想它降低了那个甲丸 但当然第二,二氧化碳也是一种温身体量 当然二氧化碳和甲丸两者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两害取其轻 总之做得多少就多少 但现在的消息也不是那麽全面 那麽乐观的原因是 为什麽呢?要做这个海草到现在 都是一个数量上不足以去解决整件事 是 但是知道机制是怎样的 那我们知道就可以了 好了,另外一个也不是叫做很大的 但是都很值得我们这个节目去做 就是因为为什麽呢? 我自己有一个新的节目 就是做了几集 也都几多观众 就是今早又有酒 重新做回了 现在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鑑定到哪些威士忌是假的 这个很值得陈志文博士介绍一下 而且这个是用物理科的方法去做 其实这个我又调回问你们节目那边先 一般传统上我要去鑑定假的威士忌 其实这个麻烦位在哪里 这个难的位在哪里 以你们所知 是这样的 假酒呢 我有朋友喝过的 那发生什麽事呢? 他那晚真的入医院了 其实最大问题就是这些假酒 或者一些譬如有毒的食品 一个最大问题就是 你怎样去在一个最短的时间下 最便宜的成本之下 将入面是有害的成分去勾出来 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为什麽呢? 就是喝得走的人 其实一入口就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我那位朋友他那晚喝醉了 但他都喝到假酒 但他只是时候才知道大件事 所以你刚才说的 我要补充一点就是 在怎麽不喝之下 可以鑑定那只酒是真正的威士忌 还有这里讲 authenticity of the rare risky 这不是纯粹讲假酒 而是那只酒是一些很稀有的 要鑑定它是一些真正稀有的威士忌 是的 又这样说 你说如果 传统上 我觉得酒这个行业来说 很依靠一个人本身自己的参与 直觉 人的直觉 你不要说喝下去有没有毒 你喝下去是真品还是假品 很多时候你最直接就是找个人来试 你如果怕他是有毒的 你可能最后你只会找个你来试 你就不要吞到肚子 但是如果碰到肚子 你碰到肚子也会死 那就真是没办法 其实有什麽办法就是 不需要运用到人去试 甚至乎我不需要打开个瓶 我用一些其他方法 已经可以准确到掌握到它这个成份 那我觉得这个不只是这个 酒的行业 喜欢想的问题 其实每一样 关乎到食品 饮品 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很遥控地 遥感地去监察 不需要去埋伏到身 摆到人去试 也都不需要去消耗很大量 很长的时间 就已经找得到 勾得到成份 是好还是不好 有毒还是没有毒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永远 对于这个食品安全、食品工业 甚至乎是 譬如一些比较做釀酒的人 他就很有兴趣去知道这个问题 因为他最大的贡献 是可以分到假酒 那他这个说是什麽呢 我想也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都有在那个节目 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酒的来源 因为酒呢 譬如威士忌 即是红酒也是 他很讲你那个出产地在哪裏 所以这里他已经讲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什麽呢 他原来可以用这个 看到那个化学成分 知道你在哪裏出产 没错了 所以现在就是说 科学那裏有没有方法 可以令到我们有效 最低成本效益的情况之下 知道里面的成分分布是怎样的 我们知道酒一定是有粤醇的成分 我不希望它有甲述丙醇的那些东西 当然不同的酒可能 我们所谓叫做不同的层次 其实都是来自不同的化学成分 给出来的那种气味 或者就是一堆的化学物质 它在不同的成分之下 能够给到我们不同的身体的一些 无论是臭角 甚至是视角 味角的一个感受 所以其实就是真真正正 如果我们要是 你说很科学地 完全全去复制一只假酒 一只叫做墓牌的酒的话 首先就是呢 我去将它里面的成分 完全搞清楚 然后成分里面的比例 都完全搞清楚 如果我能够完全搞清楚 完全复制到的时候 理论上 我们应该无法分辨到 哪一只是正式天然样 哪一只是后来实验室复制 其实这里又要问一下台长 你有没有喝过那只分子威士忌 没有 但我知道是什么 因为就像刚才你所说 分子料理 是什么呢 是有焦味的士多啤梨 甚至我建议你找一次来说 分子威士忌不是去玩什么 它纯粹一个原理很简单 我很科学地 将一只很名牌的陈年佳洋里面的成分 去搞清楚它 当然不能够做到100% 但是我尽量它的成分和里面的比例 它里面有些什么微量的东西 有些什么是这个多这个小的 我能够量得到 量得准的 全部能够将整条方式都写出来 再自己去混合起来 那你要明白 这个其实你都可以说是一个做假走的过程 因为你不是从天然的方法去量 但是你想想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 甚至乎成本 最后可能的成本 开发的成本一点都不便宜 就是当你知道这条方法之后 你其实可以最后大量生产 不需要再和菌去玩 你就照单执药 执出来 就是当你过到最初开发的那一关 之后制的那一关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混合的过程 所以现在出了一些真的叫做分子威士忌的东西 我有朋友请我喝过一次 我觉得挺不错的 长远来说可以成为一个途径 就是可以用一个比较便宜的方法 来喝到一些比较质素好 以及比较稳定的一些美酒 它不算是假酒来的 因为它的料理员是一样的 只不过合成的过程是人工 而不是测验的 是的 合成的过程是不同的 然后当然也很保证到 它是不会有毒的 即是不会有一些有毒的成分在背后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要诚实 你真是告诉别人 我这枝东西是分子合成出来的 而且这个喝出来是不差的 甚至乎你都知道 威士忌那些什么烟芬 泥梅 还是那些什么焦糖味 那些东西 完完全全就可以透过这样的分析 其实是可以自己合成出来的 这个就是长远来说 那种你说分子威士忌这件事 我想只会是越来越多 和可以越来越便宜 但是不代表传统工艺没有价值在 因为始终现在就是 你真的找一次来喝喝你就知道了 它现在是可以模仿得很好 但是是不是完美呢 我真是 始终就是说 你可以找一个专业品评的人 一样是可以喝得出的 是吗?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金座 是啊 真是一个大比拼 你真是一个人工合成 和这些美酒去这个事 那就来了一点点提 但是其实本身的原理很重要 是我们当我们去做那个化学成分分析 其实正正就是一个科学的基础 令到我们去铺一条路 令到我们提供的可能性 有没有办法可以不喝到口 直接外在的一部仪器 就是它不是入侵性地去分析 这样可以知道那个酒的成分 可能你说我去拿一些实验室 拿回去实验室 慢慢在实验室上分析一下 那是可以的 那是楼呢 那是差事呢 那问题就是 你变了那些周围去做买卖的人 去负责去品酒的人 山长水远去到酒庄里 怎样也好 或者是不是去酒庄 去到那个厂那里 拿了批货回来 人家可能的买卖 人家已经去了人家那里了 那个价不是这一回事 那这些东西 你实验室 只不过可能是时候 你买回去自己做一个分析来去参考 即是公正行他们就会做这样的东西 你说的是即时的 即是走在一起 我不开它 我不喝它 最好是什么呢 一个酒瓶 一个这样的 可以叫做 你无论是红酒瓶也好 或者是白兰地瓶 都是一些可以半透光的瓶来的 那威士忌 一样可以是一些透光的玻璃瓶 那你可以是经过 纯粹一个透光的玻璃瓶 连那个包装都不用拆 直接我找一个仪器 放在那个瓶的外面 然后就有处激光射下去 我就即场量回那个激光的反应 你去从而知道 整个酒本身的主要那些成分 当然你问我就是说 如果它纯粹用一个一处的激光的话 它要有效掌握那个的 所有成分的能力 就不是太高的 但是譬如它对于某几个成分里面的比例多少 相信是能够给到一个有效的讯号出来 令我知道这个酒本身 背后是不是其他人工合成出来的 因为一个正正式式的样制 它会在那个光谱出来的那个结果 是有一个很独特的讯号 就好像一个手指纹那样的讯号 譬如这个成分就是0.001 那个成分是0.0037 最后另外有一个成分0.41 这些数字就会很准确地 在一个合理 就是在那个酒厂 你譬如做一个quality control 或者一个综合普查之后 不同年份或者大约这个年份 大约那个分布就不出这个 即是那个signal 大约就是在这个统计范围之内 你执着这个数据 其实又是一门大数据的东西 你再拿着激光仪去射到那个 你未知真、假的那个瓶里面 你一看你一对 你基本上 如果你的仪器够准的话 你基本上就知道这个是真、假的 那我们是不是要依靠一个光谱仪 是啊,那这里的问题就是说 你谁能够开发到一个 那么轻巧的光谱仪 那从来光谱仪这件事 都不是一些那么容易 带离开实验室的东西 那其实现在就是在说 就是一些 就是这个都是在苏格兰的了 就是他们的大学那里 其实就开发一种 就是这些这样的光谱分析 轻便的光谱分析方法 从而令到可以拿来 是叫做很实际地 在那个拿去的酒庄分辨 就是那些酒的真、假 是有个实际的作用在那里 是啊,那其实最重要的是说 你弄了一个对的仪器之后 就最后运用这个对的仪器 去将这些在苏格兰的那些酒庄里面 不同年份啊 不同Line的那些威士忌酒 全部去做一次这样的光谱分析 拿了这个数据出来 然后它就成为一个 就是一个标准 OK 然后呢 你那个仪器本身 也都是已经有了这个标准 来去做一个参考比较 再拿去其他 譬如你拿去其他有些很喜欢的房 就是做假酒的那些博家图一尺 基本上就走不掉了 没有,我想这个最好做一做茅台 如果做到的话 就是苏格兰威士忌的 是,任何酒都可以的 其实我很重要就是说 其实就 这一个 就是这种可以预视到一样东西 就是因为这个 苏格兰去制造这个 威士忌的这个工艺 是有一个那么长的传统 所以是它很有动机 是去混用我们现代科学的智慧 来去保护这种传统 所以现在就运用这个方法 来去做一个的品质控制 检定 就是你怎样出那些什么 雷射防蚁label 是没什么意思的 没用的了 不要搞这些 现在大集派都有防蚁label 都是假的 你弄完这样的QR code 都没什么用的了 其实最好就是 譬如好像现在这样 真真正正有一种工艺 是将你那个 就是那个 里面的分子成分 圆圆全全都能够去 去检定出来 那可能你都会说 如果最后 某些国家 它复制的工艺 已经去到那个地步 它已经完全分子化分析了 然后呢 也都是去完全混合出来 从而你这个仪器一查下去的时候 虽然我看到 那个军类的类型 都是假的 但是我实际上去的酒 原来都是真 那不是假酒 我知道 你还说 这个就是去到一个 可能真的喜欢玩酒的人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但如果有一个科学人的看法 就是 它的化学成法一模一样的时候 怎会是假 它都是真的 那就是的 那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就会说 好 因为我还有几个问题 在这个团团上 我想追问陈志文博士 我们下一次回来 我就要问一问 好 好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